热火有意与魏德在续前缘资料照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35岁老将魏德 Dwayne Wade 上戏离开呆了13年的热火 签下两年新约返乡为公牛效力 然而公牛迈入重建期 让人想再拼冠军的魏德 萌生去意 每每报道热火有兴趣 签回魏德补偿板邓战利 魏德上戏与公牛 签下两年4700万美元 约薪台币14 一亿元合约 来计上有年薪2380万美元 约薪台币7 一亿带领 然而展开重建的公牛 日前送走好友巴特勒 Jimmy Butler 魏德想买断合约离开的传闻随之四起 而魏德本人并未否认 ESPN近日报道 转述詹姆斯 有人消息指出若魏德买断合约 就会与其是签约 迈阿密新区报记者则透露 魏德亲口表示自己对热火和胡人叫有兴趣 随后提到若魏德愿意降薪430万美元 担任版邓球员 热火就有兴趣找他回国 对于外界猜测他想买断合约离开公牛的传言 魏德始终没有否认 日前受访时套路自己想在职业结束前再拼总冠军 但目前他并不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公牛正在重建 他能回到得以立拼总冠军的应许之地 魏德已有三枚冠军界资料罩 魏德表示他想去一支贞观禁旅的事并非秘密 如今已是众人皆知 他很幸运已经打过五次冠军战 所以就算没能重温也不会抱怨 但自己很乐意再拼一次 因为他觉得仍然能贡献一己之力 但目前他并无法专注或担忧此事 面对记者直接提问是否想买断合约 魏德回应自己迟迟没有表态是有原因 因为他不想反复其词 目前的时间点并不恰当 近日回芝加哥与球团坐下来讨论后就会开诚不公 我已经35岁 是个成熟男人了 我会坐着好好听球团实话实说 希望他们也能听我说 魏德判在退休前在元冠军梦 资料罩 欧心社 还没有停止